公共衛生学系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蛮神秘的现象 就是疫情催出升学黑马 那台大公卫系的考生暴增14倍 那我们曾经被大家当成跳板的公卫系 却在110学年度是台大最多人报考的课系 其实现况就是在去年109年的5月 台湾的公卫师法通过了 现在其实还有一些法规都还在预报的阶段 不过那些法规就有明定说 公共卫生师可以执行的业务 还有职业的场所规定的蛮明确的 等这些法案就是公告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的专业能够更有保障 很多人开始重视 就会有需求 那就会有市场 就会需要公共卫生的人才 那到底什么是公共卫生 也就是说大家健康都跟我们有关系啦 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老去 注重的是预防医学 我们的核心是关心群体的健康 如果说医生一次可以救一个人 那做好公共卫生一次可以拯救一群人 公卫的预防医学概念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三段五级 第一段就是主要会是公卫人来做执行 那第二段主要会是医生 第三段主要是物理治疗还有智能治疗的人 以COVID-19来看的话 第一段就有健康促进 可能就会去社区做卫生教育 然后跟大家建议良好的生活形态 第一段的话还有特殊保护 包括像是政府的政策限制 像是居家隔离居家建议 那自我保护的话就是戴口罩跟请洗手 那第二段主要做的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也就是医生的工作 那医生会在医院做筛检早期的诊断 那提供病患适当的治疗 那第三段的部分做的是预防失能跟复健 那主要是物理治疗跟智能治疗的人 会来提供这些病患 就是适当的治疗 像是预防失能 那避免病发症等等 还有复健的服务 环境职业流行病都是我们的所学范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一打开门走到外面 就看到空气雾蒙蒙的一片 甚至有奇怪的味道 工卫人就会去发现问题 像是空气很臭这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去寻找原因为什么空气会很臭 那我们可能就会透过测量空气品质 然后找到原因之后 我们就会去做改善控制 包括建议环保署 或者是政府制定相关的法规 或者是建议工厂做一些改善控制措施 那政府要如何制定出一套有效的行动呢 后面牵扯到的有很多的部分 像是预防医学 风险评估 政策推动 还有健康传播 也就是我们公共卫生在学的东西 公卫系到底在学什么 公共卫生又分成了三大领域 包括像是流行病学生物统计 然后环境卫生职业卫生 还有卫生行政跟医院管理 这三大块领域 那想想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工卫人能够做什么 在流病生痛的领域 这两个领域其实主要就是要 研究发生在众人当中的事情 跟资料汇诊与结果判读 疫情期间的话 就可以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 去研究致病原等 还有潜伏期 临床症状甚至到地理分布 然后用生物统计的能力 去做资料分析 还有结果判读 就是要提出科学的证据 然后去建议 对应的防治措施 还有卫教宣导的政策 那环境卫生与职业卫生 主要学的就是空气品质 然后饮用水还有食品安全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疫情期间我们 读环境卫生的人 可能就会去从源头 途径跟接受端去看 那源头的话就是像是 限缩疫区的外国人入境 把病毒挡在国外 不要让他进来 那如果已经进来的话 我们就会从途径去做 那途径就是像是隔离14天保持 像还有保持社交距离 就是阻断病毒的传播途径 最后才是回到接受端人的身上 就是请大家戴口罩做个人防护 第三个领域是卫生行政跟医院管理 这边在学的主要会是政策评估 还有医院的内部管理 像是绩效绩合品鉴跟管理学 在疫情期间能够 告诉民众健康行为 提供卫生教育的服务 然后还有建议政府做一些政策修订 像是提供防疫中心一些资讯 那让他们能够做政策修订 还有医院管理的部分 那以中央为例 假如说行政院想要规划 未来要制定某一个方向的政策 那我们公卫人就会提出科学性的证据 或者是做一些计划 然后评估后 提出供政府参考的依据 政府单位收到这些计划的结果 或者是结论报告以后呢 他们就会确定政策的内容跟方向 然后公告给执行单位去做推动跟执行 那推动跟执行的部分 公卫人也可能会参与在其中 其实前两年疫情比较严重的 像是登壳热或是情流感的防治 其实公卫人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公卫系的四年课程 其实是有減入生 那暴山暴海 大一的时候会学一些基础学科 包括像是微积分 然后还有普通化学 然后公共卫生导论等等 那进入到大一下进入到大二 就会开始有一些必修课 包括我们的五大核心课程 像是生酮流病 然后还职位 然后大三就会有各个领域的进阶的选修课程 然后大四就会比较偏向应用的课程 像是食物研讨还有实习等等 那这边和大家介绍就是五大核心课程的其中两个 一个是环境卫生 那环境卫生就是从生活环境学起 包括空水废毒 空气水 废弃物跟独立学 那环境卫生也有实验课 实验课的部分就是会有西上的学长界 带同学们到校园的各处去检验校园内的空气品质 那就是把看不见的空气量化这件事情 生物统计学其实举一个例子来说 有一款新的疫苗 那要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保护力 那其实就要把收回来的大数据做生物统计学的统计分析 会有老师带着大家去认识各种的统计方法 那像是在什么情况要用什么统计方法 其实都是非常的有学问的 用我们收回来的数据证明我们的假设 并提出科学性的证据 那什么时候会选择专业呢 其实在大三的时候 西上就有开专题研究的课程 大二修完了各个领域的课之后 可能大家就会渐渐的发现说 自己对哪一个部分比较有兴趣或是比较擅长 那我自己就是环境卫生的部分 然后我大三的时候也有修一个这个专题研究 就是会跟着环境卫生专业的老师去做专题 那有一些人也会趁着这个时候加入实验室 大三的进阶课程就有这些 我们前面可能就学了环境卫生 那这边就会有比较进阶的 像是环境分析或者是作业环境测定 那最后会带大家关注到环境卫生议题 那统计的部分可能就会有 我们之前学的生物统计就是理论 那大三可能就会有SARS的统计软体就是应用的课程 然后如果对医疗产业发展的 比较有兴趣的同学也能够修一些 医疗品质管理或者是医疗产业发展的课程 比较重要的是大三生大四的暑假 我们有一个暑期实习的必修课 实习单位是系上会开出一系列的名单 包括像是学术单位中研院国卫院 然后还有卫生环保医疗单位 供大家去做实习 那我之前自己选的实习单位是台南的标准经验局 那供卫系的特色就是课程领域非常的广 其实系上都很鼓励大家成为跨领域人才 就是不要被自己的科系所局限